- 大家好 我是藍色麥豆的海邊 十八克 大家好 我是海洋博物資的作者李成璐 剛剛啊 前幾集我們跟著沃爾克 從潮間帶慢慢的往下慢慢的往下 現在呢 我們就背著我們的水費裝備 進到了我們的潮下帶去 那這時候呢 我們在東北早上會看到 整片整片的海戰 那可以請沃爾克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那些海戰到底有助了哪些生物呢 我們在看到海傘來之前的話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這張主題 很多人會下去的時候就會說 我在潮下帶 或者是我在那個很淺的地方眼閉 也看得到海傘 但是這時候如果你看到的海傘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放大一下看看它的細部構造 因為你很可能看到的很可能就不是海傘 是一個叫做樹水席的一種樹枝狀水席 到底要怎麼分呢 你如果把再仔細放大看的話 你會發現到樹水席它的束手呢 是長得像棉花棒一樣 一根棒狀的前面前面呢有很多的小分支 像這樣子 如果我們是到如果是真正的海傘的話 它會是像一個花一樣展開來 是一個珊瑚蟲的一個造型 所以它稍微有點那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這個樹水席 OK 那樹水席跟海傘一樣都是用過濾的方式在進食嗎 所以沒錯 雖然說他們的親戚關係比較不一樣 但是呢 他們也同樣都是長成這個構造 然後過濾水種的這些浮游生物 來維持的一個像吃包動物 了解 那在這個樹水席這樣的圍觀環境 這樣會住了哪些比較容易可以看到的生物呢 其實很少生物會去住在這個東西上面 因為樹水席呢 它身上的那個吃吃包其實是帶有毒性的 所以一般生物很不喜歡去靠近它 因為很容易就被遮到 但是也因為這樣所謂俗話說 越危險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有些生物呢 反過來喜歡去住在這個樹水席上面 就像我們現在這張圖上面 我們會看到說 你會看到說 沿著這個樹水席的枝幹 好像有什麼東西隱隱約約的長在上面 沒有錯 它們是一些海闊魚 它們呢 分別是黑人縮海闊魚 這隻 還有這個兩隻的 珠粒側角海闊魚 它們是這種 會住在樹水席上面的小型海闊魚 那它為什麼要住在樹水席上面呢 剛好提到說就是 越危險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它住在這個上面呢 不但呢 能夠靠著樹水席的毒 然後來去避免很多的虐食者 而且呢 它本身就是吃樹水席為素食的 所以也就是說 它住在它的食物上 所以呢 它住在它的家 然後也以它的家為主食 然後呢 它不只在上面去清洗 它甚至呢 長得跟樹水席的水席體非常的像 所以你會可以看到說 它大概是一個深色的底 然後它上面的螺塞呢 你會看到的角圖上面 你會看到說 它是有白白的末端 就非常像它的水席體一樣 很不容易讓敵人發現到它 而且呢 它不只是住在上面吃它的用它的 它連產卵都直接產在它 樹水席的質感上面 所以它等於它的一生 都會活在樹水席上面就對了 沒有錯 通常我們看到 找到這個樹水席上面 有時候就會看到它們的存在 因為樹水席本身是有毒的啊 它就海闊魚吃了它們 變成它們內化成它們之後 它自己是不是也會變成這個帶毒的 這類的梭海闊魚常常都會有 具有就是吃了這個食物後 把那個它裡面的一些的毒性 轉到自己身上的那個 那個角圖上面的這個能力 就像是這類的梭海闊魚 常常就是吃了刺絲包之後 接下來把刺絲包放到它的體背上的角圖中 所以敵人如果想要碰它 它就有機會被它背上的這些 毛絨絨的這個角圖呢 給遮傷 那其實那個一山還有一山膏啊 剛剛好像有一個生物 它好像也是模仿的 那些海闊魚們 也住在這個樹水席上面 沒有錯 這個畫面上左下角這個 雖然可能不太容易發現 這裡面其實躲了一隻蟲 它叫做一針種角蟲 這隻一針種角蟲呢 它呢 也是住在樹水席上面 然後是吃樹水席上面的一些 一些小小的雜質或有雞碎穴來吃 然後它的長相呢 就跟這個 這個上面的這些黑元素海闊魚 跟竹力側角海闊魚非常像 它主要就是 你太成這個海闊魚的樣子 然後讓別人不敢靠近它 這也是某種程度上 它就是算是一種虎家虎威的一種現象 那在整個圖卡上面還有一個生物還沒講到 就是所謂的義赤鷹蛤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這個生物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其實呢 像不只是在樹水席上 很多在海裡面的一些山流山湖 或者是一些這種大型水席上 你會看到說 像是這個鷹隔呢 它就會住在這個上面 它通常是用它的竹絲 一個粘性蛋白質的構造 去把自己肌部糾纏在這個 這個肌質上面 然後所以它就可以穩穩的黏在 這些地方上 這個底質上面 所以呢 它其實就不要 一生就呆在這個地方不會弄 而且呢 它還可以靠著這個 那個樹水席的那個防衛 然後不會有敵人願意來靠近這邊 所以它只要在這邊 把它的殼口張開 它就可以過濾這裡的浮游生物來吃 而且呢 住在這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因為呢 樹水席和海樹這些 通常都是站在比較至高點的地方 所以呢 潮流過來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海景第一排 它就可以直接 來到 來到那個 最新鮮的海水 然後去過濾到最新鮮的浮游生物 所以這算是他們的一個指揮 對啊 那個那個媽 我不想努力了 那沃克 那我們在觀察這個 樹水席的圍觀生態的時候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到的嗎 最對的樹水席其實非常的常見 所以呢 其實只要找到它們的時候 你們其實就可以靜靜的去靠近觀察它們 不過 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樹水席這類的水席上面 其實它的那個觸手都是帶有毒性的 所以盡量呢 不要去用自己的皮膚去觸碰到它們 這樣子很容易去被它們遮傷 再來呢 就是說 靠近觀 再來就是靠一觀察的時候 其實可以注意沿著它們的質感 其實常常就可以找到 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幾種特殊的小生物 然後它們當然它們的體型都沒有很大 像我們這張圖已經都給它放大了好幾倍了 所以 可能就是要特別的去張大眼睛 去注意到這些小小的生物 另外有個秘訣就是說 如果它們都會在上面殘軟 所以如果你看到上面呢 有這個像是 折毛巾一樣 這種小小的這種 像是小手帕這樣折起來的這個 它們的軟環呢 它可能就在這附近 好 那謝謝我和我們分享 塑水溪上面要看到的生物 跟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下一個地方呢 我們一樣帶大家去挑戰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海膽 對 那就跟我們一起去看吧